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有的朋友种的黄瓜 豆角 丝瓜 南瓜 或者是冬瓜等等会长得非常的弱 非常细 非常小 怎么回事 第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是浇水的问题 那么浇水的问题我最近有发了一个视频 讲怎样判断是浇水过多了还是浇水不够 那么大家可以在留言或者是说明部分找到这个连结去观看 那么除了浇水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根部不够发达 那么无论是黄瓜 丝瓜 冬瓜 南瓜 豆角等等 这些藤类的植物 它的这些藤呢 实际上都是它的根部的自然的延伸 那么所以它需要有足够的接触营养的土壤 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营养 那么根部不发达 那么它当然就营养不够 那就受效 一层土 那么非常有局限 这样的话它就很快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会出现把根都漏在外边的现象 我们到外边很多的植物 我们都可以看到根漏出来的现象 那就是因为这个根往上走 而这个上面的土壤已经被吸收完了 所以根裸露出在外边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根部 它的这个非常发达了以后呢 它就会吸收很多的营养 它就是这些土呢 就里边的营养成分就逐渐的被消耗掉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植物 吃土 把土都吃干净了 吃光了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的浇水 然后它的这个土壤里边的蛋和这些磷啊 这些东西都被逐渐的被吸收掉 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土壤的栓性呢 逐渐的降低 那么酸性降低了以后 它就去中和这个碱的东西 比如说微量元素都是一些铁的一些金属的正电 带正电的东西 那么去中和这些微量元素 矿物质的这种能力呢 就会降低 那么所以呢 这个它的这个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就是矿物质缺乏的现象 缺钙啊 缺镁啊 缺形啊 缺铁啊 等等现象出现 总而言之就是缺乏微量元素 那么我说到这个地方 大概大家都应该有答案了 怎么办 那就是培土 就是要在根部每过两三个星期就培土 就给它加土 这样的话让它有足够的营养可以吸收 就像给了粮食一样 那么大家看一看我的这个黄瓜 这个根部好像有个小土丘一样 始终保持一个小土丘一样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不断地培土 两三个 每个两个星期我就培一点土 培上去 这样的话 它有足够的营养供应给黄瓜 那么也给南瓜一些 还有冬瓜这个根部 都给它堆一个小土丘 黄瓜 豆角 各种东西 各种植物 它们的根部 我都给它堆一个小土丘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英文讲的 叫Pile Up 那么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 那么我在藤子的中间 也弄个土把它盖好 那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南瓜的这个藤子中间呢 我给它加鸭藤 鸭藤就是目的 就是为了让它中间再生一些根 这样的话根部可以随着这个藤子的生长 而逐步地延伸下去 这样会使它的根部更加发达 这样的话就会接更大的这个南瓜 或者是冬瓜之类的 看这些黄瓜呀 豆角呀 南瓜呀 等等这些藤类的植物 它们都站在一个小土丘上面 长就像躺在粮食堆上长一样 它能不长得又壮又肥吗 而且衣食无忧 它不生孩子使劲地接果实干什么呀 哈哈哈哈 使劲地 好了 话不多说了 赶快抓紧时间弄点土 给这些水果蔬菜的根部 都堆一个小土堆 培很多很多的土在上面 这样的话 这些水果蔬菜就会长得肥头大耳 给你果实累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帮到我们 去传播跟更多的人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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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